欢迎你身边 地心和鹅龙 去球道 没有分属之后 哇 第一次上台就这样的表现 很棒哦 孩子们很害羞 他们上台说话 很害怕 然后呢 上了台之后呢 他们不能够表达他们的意思 那这是家长把他们送来上口才课的一个目的 接下来 老师要带同学们来练习绕口令 简单的几句话念下来 大家的舌头都快打结了 尤其是要把卷舌音跟美卷舌音分清楚 可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 来看看景祥的舌头灵不灵活吧 请注意 请注意 主要捷舌 非常好 来 下一位 受膛 马维就傻子 根本可以捷舌 真的好难分哦 看来吗 我这个慈祖的小技术 回家里还得苦练了 以前我常常讲说 只要现在上了口才班 就不会讲的含糊不清 可以让我的音念得更标准 可以让自己的发音更标准 更有信心 我觉得这样子 大家都可以训练自己的口才 然后以后讲话就不会含糊不清 都听不清楚 经过不断练习 同学们都进步很多 不过想成为一位专业主播 品尝的准备很重要哦 我知道有一个演讲家 他上去演讲的时候 他上去演讲 然后他就很害怕就恩机又口急 就被人家笑的 他就下台了 后来他就立定志向 他每天就到河边去 河边就是我的观众 我每天对着河 或是我每天对着镜子 我就在练习 我怎么去说话 里浪行人 里浪行人 咬字真的好难哦 当小记者 裁缝不仅要稳 自己要清楚啊 你想要当小记者吗 回去要记得多练习啊 有一句话说 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只要立定目标 勤奋练习 相信未来 你就是专业主播的最佳人选哦 念书受教育是每个小朋友的权利与义务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去上学 根据印尼教育部的资料显示 印尼的辍学孩童超过一百万人 其中小学生就占了七十四万六千多人 这些诗学儿童不但没钱念书 还得在街头卖艺讨生活 幸好有一些社会伤心人士 已经开始为拯救诗学儿童而努力 他们在各地成立许多关怀接同的教育机构 免费帮这些接同上课 让他们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现在就一起到北亚加达的拉古亚地区 来看看印尼人民学园里同学们的学习情况 课堂上大家正至今会神的听老师讲解 丝毫不敢懈怠 因为可以上学对他们来说 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这里是印尼人民学园 学校里的学生不是街头 就是贫困家庭的小孩 因为没有钱上学 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街头卖唱 或是贩卖东西为生 有了这间学校之后 终于有机会接受正规的教育了 这一小孩的小孩 在学生承寻 ились一些优势 优优独播剧 所谓的医生扮 原因是овой階段 教育托中区 学校成为教育 特对教育 学校成为相手的教育 进入教育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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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成为教育 教育 中央睡院 学校的教育 教育 印尼人民学员从2009年5月成立到现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已经拥有150位学生,虽然规模不大,被已经提供这些诗学儿童有念书,受教育的机会,泥炭也是这里的成员之一哦。 今年15岁的米汉,每天放学都舍不得回家,想要继续留在学员里温习功课,对他来说,唯有把握学习的机会,才能靠着知识走出贫困的枷锁。 每天的上课时间分为早上和下午,两班轮流上课,课程内容除了数学,自然科学,还有实用又有机会。 在一班课程之外,这里的学生还要学穆斯林图,做倒高时打鼓的技巧。 有些人刚开始学的时候,只是当做一项技能学习,没想到后来竟然打出兴趣来了。 我也是有招意,做比较高时再试了。 我也是比较高时,以小容易了。 我想找工作来支援和我还要留个身体。 我已经是4年之后,比较长得很高时。 我还是很高兴。 我可以追踪到他们和朋友们再来继续, 所以我有一些学习的朋友们。 实际的时候,我学习能力为是帮助我们。 因为体验过贫穷的滋味 这里的学生珍惜每一个念书的机会 把握学习的当下 努力求知 希望知识能带他们走出贫困 更帮助他们走出一条人生的抗壮大道 绿杰自评给你 不玩饮喝果汁最棒了 不用了谢谢 我等一下喝白开水就好了 喝嘛果汁很好喝 白开水没味道怎么喝 可是这些罐装的果汁不但没营养 而且太高的热量 也是造成肥胖很重要的原因 还有 真的还发现一个对我们女生影响很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年轻的女生如果过胖了 她要预期就会提前也变得太快 这样不但不会再长高 而且对身心的发展也很不健康 不会长高 那我不喝了 等一下我也去跟你喝白开水 好啊 小主播看天下 我们下次见 快快快 拿出你心中的爱 爱爱爱爱 爱把我们练起来 来来来 为了人全说声嗨 嗨嗨嗨 回акс热情最空快 爱爱爱爱爱爱 Podcast 爱爱爱啊 我们练起电话 我们练起电话 Medicaidilan 大家 seeing you again beach Let you ge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